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317章 大喜 天上下着细雪 大地笼罩在冰寒中 可这并没有阻止考生们的热情 顺天府的相识虽不重要 可因为在京师且在京级的豪门众多 因而各府关注的也是不少的 刘洁乃首府之子 则是有不少的同窗认得他的 他一出现在考场之外 立即引起不少人熟络的打招 这些人中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 众人朝他拱手 而刘洁心中带着几分不自然 还是不得不回之以理啊 早在十几年前 他来考试定是呼朋唤友 而如今面对这样的局面 却显得无措起来 他年纪越长 嘴着父亲的官职越来越显赫 他便开始发现 自己和别人是不同的 别人中了秀才 那已是运气 若能中举 那便是可喜可贺了 而自己一个秀才功名屡屡落地 却不知是七尺大乳啊 不止刘洁 还有不少在西山读书的秀才也到了 总计是三人 大家天天见着 又或者因为铜饼相连 碰了面倒是显得熟络一些 众人有序地进入贡院 今最主持顺天府贡事的 乃是礼部尚书张生 张生的经历自是传奇 乃称化五年状元 此后在成化时 尚书弹劾内阁大学士刘齐 十大罪状 反被诬陷 郝端端一个汉林修转 被变为南京公部远外郎 此后罢官 于是乎 如许多当时成化年间不如意的大臣一般 等到洪志皇帝登基 张生立即一飞冲天 立官礼部左右侍郎 签礼部尚书 陛下突然点了礼部尚书张生 是因为顺天府和寻常相识是不同的 各省的相识只需要一个提学官前去主持考试即可 而顺天府的情况最为复杂 毕竟在这儿 权贵多如狗 倘若寻常提学官主持相识 即便此人刚正不阿 能够顶住压力 可是考试的结果也会多为考生所质疑 因而顺天府考官往往都是钦点 上一次考官乃是立部尚书王敖 此功位高权重 自然考生们不必担心 有人敢在王公面前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 王敖速来正直 人所控制 更没有人担心他会涉嫌舞弊了 张生也是一样的 礼部尚书非必寻常 何况他也是同样的 出了名的刚正不阿 年轻时就和当时阁老作对 因此罢官也不该出众 又是状元出身 此等资历 谁敢质疑张尚书的公正性 刘洁对张生没什么印象 因而入贡院 向这位大宗师行礼时 取了考号便走了 到了考棚 他深吸一口气 许多次的落榜 已让他心灰意冷了 还来考 只是心地深处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甘心罢了 想来这一次也是难中了 不过在西山 吉卫先生让他不断地做八股文 说他的八股已有了一些进步 却不知有没有用呢 他努力回想在短短半年的时间 自己所作的八股文章 没有一百竟也有八十篇了 乃至于看到任何一个四书五经中的话 都条件反射似的想要去破题 或许这一次会有机会的吧 他这样想着 接着一声炮响 考官放题 差役们举着牌子 在各个考棚里面游走着 但那差役举牌到刘杰的面前 刘杰便见那牌子上赫然写着的 您无子帮死子 刘杰愣了一下 此题竟有印象 倒不是说这题印象很深刻 而是他做了许多题中 还真有这么一题 几位先生出的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这题做的多了 就不免有些麻木了 而这些题之所以有印象 在于此题很坑啊 坑到什么程度呢 你若是照着您无子帮这四个字 去理解的话 发现根本就没法理解 这四个字出自论语公至常 原文是子曰您无子 帮有道则知 帮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 其余不可及也 黑呀 真黑呀 当初先生们将这题布置下来 这是所有人最初的印象 您无子乃是人民 而帮则出自帮有道则知 这就好像自己的恩师王守仁 自己想对王守仁说 王守仁你吃饭了吗 然后有人出了一个题 叫做王守仁你 来来来来 给我写一篇文章了 这文章还得符合规范 还得符合圣人的道理 对了 每一个格式 无论是破题是成题 你都得符合规范 一个字都不能多 一个字都不能少 当然 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罢了 你还得符合成诸的理解 譬如在这一句中 朱熹在轮雨极筑中约 知去生 您无子为大夫名于 按春秋传 无子侍卫 当文功成功之时 文功有道 而无子无事可见 此其知之可及也 看到没 你还得符合朱熹圣人 对这一段话的理解 若是你没领会朱熹圣人的意思 那么很抱歉 照样淘汰 而且 你还只有一天的时间 准确的说呢 是五个时辰左右 写不出来 照样滚蛋 自开科举以来 几乎每一个考生 都在搜长瓜度 想要去压题 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每一个考官 都在嚼劲脑汁的 出偏题怪题 今日 这位张生张上述 也算是玩出花样了 玩出水平了 居然直接用 论语中的人名 加一个帮子 跑来刁难顺田府考生 这题一放 四处考棚里 顿时传出隐隐的 长絮短叹的声音 长生你大爷 你有本事 拿你张生的名字 来做一篇 奇佳之国 满口大道理的文章 来看看 臭不要脸呢 这是 礼部尚书张生 正坐在明论堂里 微微带笑吕虚 想到众学子们 犯愁的样子 却是甚为得意啊 都是寒窗苦读出来的人 作为状元出身的张生 张生年轻的时候 那也曾是 读书人中的奋斗机 就比如 紫金我 在游生界 就人称 人肉故事期一样 而如今啊 自己早已翻身了 多年媳妇 熬成婆 想不到 也有七天 此题 是他闭门 琢磨了很多天 才琢磨出来的 这题一出 一下子就显出 他这状元功的水平 想来今年顺田府 交白卷的 定会不少 坐在烤棚里的刘杰 显示错愕 可他并没有太多欣喜 他只记得 当初自己做过这篇文章 可因为这些日子刷题太多 所以他也忘记自己是如何答题的 不过显然 因为此题有了印象 倒记起自己对这是了解甚多的 因而只略一沉隐 便开始提笔破题了 大夫非仅以鱼成 而鱼之所全大意 轻轻松松就破了题 虽然刘杰自跟了王守仁学习 对这八股可谓深恶痛绝 他自己都知道 这破题似是而非空洞无物 却也知道 我有这样的破题 然后围绕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 写出一番看似大道理的文章 方有机会高中 所以他不禁苦苦一笑 收起心神 接着便继续下笔 过了一个多时辰 刘杰已将一篇文章写完了 他刚放下笔 扭扭自己酸痛的手腕 想要检查一遍 准备重新腾写草稿写下的文章 就在此时 隔壁不远的考棚里 突然哗啦一声 像是有人将笔墨砸在地上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便听有人哀嚎着 掌声啊 耳意是读书人 当初受寒窗之苦 受考官刁难 经耳为考官 竟出此 禽手不如的体 真真诸告不如啊 我 我不考了 不考了 然后 一顿撕心裂肺的痛骂 显然 又被逼疯了一个呀 刘杰光杰的额头上 顿时渗出冷汗 心里想说 若非在西山学习 只怕自己见了此题 估计也得发疯 几个差役 以如狼似虎般奔了上去 毫不留情将考生制服 快速拖走 只是那考生口里 还在嚎叫着 掌声 如剑碧所扬 非人哉 非人哉啊 考场上悲凉气氛 在蔓延着 便有柴翼 急忙大喝 苏敬 苏敬 而在明轮堂里 掌声正在得意的看着书 几个考官在旁现坐着 听到喧闹 掌声微微皱眉 放下了书 努力倾听着 等听到这些 老脸顿时拉了下来 有考官脸色怪异 便下意识通骂 真是大胆啊 掌声 如此声软 掌声倒没有露出丝毫的怒色 只是淡淡地说 想当初 老夫也曾对考官有过付费 而今自作了考官 方知考官之难 考官之苦 该声是不能体谅的 老夫为朝廷轮财 便是挨一些骂 又算什么 言外之意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激动 虽然挨了骂 不也彰显出自己水平了吗 此时那考官又说 张公 是否将该声 隔出功名 掌声压了压手 说 不必了 事情没有这样严重 赶出去 取消他 今年的相识即可 年轻人嘛 不懂事 也是常有的事 于是 中考官 无不借此金会 色色承载 张公宽宏大量 非寻常人可别 张生老身在在地说 想来 今年顺天府 想要挑剑出几个人才 疏为不义吧 这是实情 题目难到这种地步 有人能通顺地 做出一篇文章 就也算是神奇了 其他的 怕也难指望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